骑士克场34分惨败步行者,系列赛大比分被搬成3-3,骑士因为第三节落后太多,加上意外受伤,詹姆斯第四节没有再出场,全场出场31分钟,得到22分5篮板7助攻1抢断2盖帽 阿德福蒂斯门词詹姆斯有以为这只骑士倾其所有,无可再挑剔,心疼一下老前辈吧,这 莫戴真是紧励了,心疼詹姆斯,为了骑士拼到血水和汗水都流到眼睛里面,希望他的职业生涯不要再受伤 其中出场时间,得分和篮板都创造本赛季季后赛个人心低,虽然骑士大败,但是 詹姆斯只出场31分钟,不知道为什么还替老张开心一下,他真的太累了 回到正题的一个特写,第四节快结束的时候,步行者以114-83领先骑士31分,摄影师特意将镜头给到了骑士教练席 阿德福蒂斯门词只见主教练泰伦卢端坐在二个助教中间,一脸的淡定,好像非常胸有成竹的样子 没看比分还以为骑士已经大比分领先步行者了,卢指导虽然很敬业,但是有一种人可能真的不太适合做主教练 做个助理教练应该非常棒 泰伦卢左边的助理教练是前骑士球员达蒙琼斯,2014年宣布结束NBA球员生涯并加盟 骑士队教练组,开始他的教练生涯,作为助理教练随骑士队夺得2016年NBA总冠军 他的表情和卢哥有点像,可能是天生就是这种乐观派吧,也可能因为前面有卢哥顶住,他想的战术一般都用不上 骑士的首席助教拉里德鲁坐在卢哥的右手边,他就完全不一样的表情了 他看到球队落后了步行者二三十分之后,眼睛紧紧观察住场上的局势 表现出了满脸愤怒的神情,如今的骑士队战术毫无章法,感觉教练组已经拿不出限制步行者的办法了 似乎只有德鲁才能解决骑士危机 阿德福蒂斯门子拉里德鲁球员生涯被活赛选中,效力过活赛,国王,快船和胡人队,前段时间太轮卢因 维生病,他执掌的骑士队表现非常出色,攻防能力都上升了一个档次,那时候很多球迷和媒体呼吁他可以取代太伦卢了 下场比赛是骑士和步行者的抢七大战,一场决定胜负的比赛,不知道骑士 教练组能不能找到限制步行者的方法,这样比赛攻防实力都太差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